嗨,欢迎来到大波奇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单击subscribe订阅吧,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最后,请给一个like,谢谢,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 一说到签名,其实那是随处可见的,但其实一个签名也是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素养,正所谓字如其人,很多颜值高的人,写出来的字也是很好看的,像宜阳千玺,蔡学坤以及王俊凯等人,他们的字公公整整端端正正,让人看一眼就觉得特别舒服。 那你们觉得,最让你印象深刻的,又是谁的签名呢? 郭碧婷和向左是通过一档综艺节目,相识相知的,当时大家都觉得他们两是八干子,都打不到一起的人,但是经过长期的相处,郭碧婷也是发现了向左许多的优点,虽然他的长相和小鲜肉不一样,但那份成熟和勇猛还是让人很有安全感, 估计郭碧婷也正是看中了向左这一点,虽然现在郭碧婷并没有很火,但他在演响时代的时候可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,当时四个人钟南乡也是最有气质的。 那也是郭碧婷让人记了很多年的一个角色,而他在和向左订婚之后,在穿衣风格上也是有很大的改变,最近因为偷经向左也是直接上了热搜。 看来这对小情侣,死底下还是很安爱的,向左也是捡到了一个大宝贝。 而在近日郭碧婷和向左合体出席的一场活动中,他们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什么叫做狼才女貌。 当时两人走完红毯后,也是打算在北京板上签名了。 当时郭碧婷也是特意站到向左的身旁,想把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名字签在一起。 这赤裸裸的秀安爱,也是让旁边的主持人都忍不住捂着嘴巴笑了起来。 认字的小伙伴都知道,郭碧婷和向左的名字加起来总共有五个字,但是写完之后,呈现出来的效果却只向三个字,向左的名字还是写得比较工整的。 但是郭碧婷的简写就让人有些看不懂了,而在镜头放大十倍后,网友,过于甜蜜,其实郭碧婷是用的英文明。 清完之后,也是和向左的中文明有莫名的般配感。 很多网友也是在调侃说看这个名字,就能看出郭碧婷是向夫人了。 其实很多人在看到向左和郭碧撒狗粮的瞬间,自己也觉得很幸福。 虽然他们俩看上去不是那么的养眼,但那种夫妻相右是不言而喻的,毕竟能找到真爱,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 那你们从郭碧婷和向左的签名中有没有看出什么东西呢? 大家喜欢这一对吗?欢迎讨论与分享。 谢谢您的欣赏,如果您喜欢请订阅吧,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,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及的更新,谢谢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